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名字叫戏曲中心 是一间新戏院 我们戏曲是很容易租到的 你文化中心是租不到的 你一年之前要拿棋 目前来说我们也不用一年拿棋 我们在新光做 四万元存包 大家有数计 其实政府是有心 我想你也做了很多东西 我想现在最重要的是一条路线 你将香港粵剧 你想它变成什么 戏曲中心和政府 是有阻挠的能力 和将它变质的能力 我演戏之后 我就不敢跟人说我是演戏的 因为那时候演戏很古老 很落后 那人们问我做什么 某红 我在做寿火园的 我不够有胆告诉他们 我是演戏的 我小学毕业 我的读书不好 就不可以去做一些文员 那我又不想去做一些低下层的工作 那我唯一的陌生技能是做大器 那我就有全心的做大器 在泥园 求别人给你做 求别人给你做 一路在这么艰难的日子里面 坚持对这个职业的爱好 辛苦 没钱 穷 我都坚持住 以前我第一次做文武生 找波叔做 波叔说 我给你面子 你是罗家庭的儿子 我才跟你做抬轿路 我抬着轿路 等你坐着 等你上位 舞台好像这一段红毯 你出到舞台之后 你就要做另外一个人 做古代的人物 你走的路的步法 不是你平时的步法 你讲话要用唱 要用舞台口白去讲 就算指天笃地 你都要用一种舞台的方式去做 那种舞台方式是一种美来的 一种美的 不如我指个天 眼睛跟着手 指个天 赤穿 方向多远 是有一个度数的 同时有很多程式 譬如我跳个大架 就是这样 我知道我手在排鱼 我跟着走的路 是要经过训练 才可以走出来的 不是平时我这样走的 但是感情方面 就要用现实的感情 我真的很生气 我要用很生气的感觉去生气 再用情色的表达 配合挪鼓 哎呀 真是要 你现实来说 你没有灯大眼 但你气候也有的 这种东西就是一种超乎现实生活的东西 这是很吸引的 现在我都以做《大虚为荣》 我在大陆拍戏 有很多人问我 《嘉英哥》 入了电影行多久 是否很小过拍电影的 我说不是的 我本身是做粤剧的 我是戏曲演员 我现在特意告诉他 因为我是演员 所以我才会做得这么好 退休呢 我又没有想过退休 我打算会做一点 就算我不做文武生 我可以做其他角色的 台前不做就做幕后 就是这样 就是我会这样 教人的东西就看缘分了 我的东西 我很想教给你 你不想学我的东西 你学不到 我也教不到你 你这个人我不想教的 觉得他没什么料 但他很想学你的东西 但他很诚恨 那我就教他一点 反正会是这样 完全是讲缘分 你们这种人 感谢观看